中国互联网史上最重量级的文件刚刚出炉 11月10日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正式向全国下发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指南意见稿》 公开向全社会、人民征求意见 《反垄断》是什么意思 针对的主要是谁 为避免得罪人我就不多解释了 我的粉丝肯定都知道指的是哪些公式 给大家看一眼这两天 中国互联网顶级公司的股价表现 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新规的震撼力有多强 阿里10率大跌超5%,11率更狠 暴跌近10%,两天跌去了14% 短短两天的时间市值蒸发近8千亿 京东10率跌去了8.78%,11率跌去9.2% 两天合计跌去了超17% 美团两天合计跌了20%,腾讯两天跌11% 其他的暂且不说,仅仅这世家加一起 两天时间就一下地蒸发了2万亿港币 这样的大场面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晚年正值双11的日子 本来全网都是在报道双11有多疯狂 交易额又打破了哪些记录 但是今天却完全不同 中国媒体全都在第一时间紧急地向全国人民 追踪报道反垄断意见稿这条重大新闻 第一,27家重量级企业被约谈 这是反垄断意见稿的出台 马云的蚂蚁金服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 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 在意见稿出台之前 市场监督总局中央网信邦税务总局 这三个重量级的部门就已经在前几天 与27家中国互联网巨头企业展开了座谈 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美团 抖音母公司、快手、百度、滴滴等 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最顶级的 那一批互联网头部的企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规中说到的 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推荐、大数据算法 这些互联网公司所包装的所谓创新科技 已经被明确地定义为 严重侵犯运户隐私 消费运户诱导、误导消费者 侵犯消费者权益 特别是某些互联网大研 总是喜欢打着为运户提供更智能的优质服务 事无忌惮地收集运户的消费习惯 最后却都将这些运户信息 包装成一个个价值不菲的流量 要么放贷 要么卖给商家 主动推荐类似商家的产品广告 来获取丰厚的收入 今后 这些全都要统一地纳入监督管理 全都要被禁止 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个野蛮生长疯狂贩卖 运户信息 博取暴力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以前大家都是低头做产品 精益求精 只要产品做得好 就不愁销量 平台更是抢着 让你录注 现在却变了 大家都在疯狂刷流量 买流量 买噱头 然后那些互联网平台越来越赚钱 商家利润反而越来越低 最后 大家好像都成为了打工人 为平台打工 马云以前有几句 天天挂在嘴边的名言 你们肯定也都听过 第一句 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第二句 是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 十多年前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似乎生意真的变得简单了 只要家里有一根网线 就可以在网上开店 卖东西赚钱 然而到了今天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觉 做生意反而没有二十年前 好做了 这不是说电商碗店 这一个生意 而是做什么生意 现在都超级难 不是说卖不出去 是利润没有了 只剩下微薄的一丝丝 利润去哪了 钱去哪了 都被平台赚走了 比如淘宝 拼多多 抖音 快手 人家自己不需要开一个店 只要把所有的运户收集过去 把你们的消费习惯收集过去 你是卖服装的 就要付钱推广 他就爱好服装的流量推给你 只要你愿意花钱买 如果你是卖家电的 他就把最近浏览过家电的用户 推荐给你 只要你愿意花钱 当然 本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 所有商品的价格 都会趋近于越来越透明 也就是 很难像20年前那样 赚很大的差价 利润 确实会降下来 但现在真实的情况 是比这个更恶劣 顾客都已经被互联网 超级大公司收集起来了 几乎等于是垄断了 当你的顾客掌握在他们手里 当你的顾客消费习惯 也掌握在他们手里 可想而知 在目前已经价格透明的背景下 大家做生意 想要跟以前一样 有人买你的东西 必须得从他们的手里 花费高价 买顾客 买流量 名义上 这是平台在帮助 所有人提高效率 但如果你静下心 仔细地想一想 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商业模式 非常的惊醒 超级大公司将顾客 垄断在自己的手里 不断地吸血 然后所有的商家工厂 给他们打工 而我们消费者就这样 虑负虑虑地 陷入他们的大数据陷阱 不断被消费贩卖 再消费 再贩卖 这种明显的违背消费者意愿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最终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 所有商家 工厂消费者 最后都成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打工人 三 让切国家紧急出手 任何一个有常识 独立 思考的人 相信都会明白 当一个企业巨大时 几乎垄断一个行业的时候 危害有多么巨大 上面说阐述的 吸血行为 其实 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作为目前全球最顶级的经济体 西方国家 欧美那一边 为了抑制 一家独大 更是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二十年前 微软在美国 如律中天 打遍美国科技界 无敌手 压制的 所有美国科技公司 喘不过气 为了抑制 微软完全地垄断 美国的互联网 更为了美国科技 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 美国法院在 2000年6月 做出将微软 一分为傲的判决 史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直接的一分为傲 如果 没有当年 微软的分拆 今天的美国 绝无可能出现 越来越多的 伟大公司 包括脸书 苹果 谷歌 等等 后起之秀 不仅是美国 欧洲也吃够了 打公司 垄断的苦头 为了抑制 打公司 垄断权力的浪运 2004年 欧盟对微软 处以8.89亿 的反垄断罚款 2009年 5月份 欧盟 反垄断委员会 向国际芯片业 巨头 英特 开出一只 10.6亿欧元的 巨额罚单 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 早期时候 这些互联网企业 打着创新的旗号 到处的闯红灯 国家为了创新 只要你不是干坏事 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他们通过 拿着国家给开的特权 绿灯 已经成长到了 如此巨大的规模体谅 不但不感谢国家 不老老实实 反哺国家 方安还变本加厉地 到处打广告 鼓励年轻人去花呗 戒呗提前消费 还挖着陷阱 利用大数据能力 收集大家的消费习惯 推荐这个给你去提前消费 诱导消费 甚至误导消费 还在赚快钱 原本 他们是被国家 基于后晚的新兴企业 如今 反倒成为了国家的隐患 这样的科技创新 这样的科技企业 已经严重地偏离了国家的初衷 再不惩罚 最终吃亏 买单的会是谁 只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